人民网评,崔永元曝光范冰冰大小合同,港媒曝光100强明星片酬。 人民网评,明星片酬为啥屡线屡高。 最近,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曝光演员范冰冰四天片酬6000万,一时激起千层浪。 她先是在微博曝光了范冰冰1000万的合同,后又爆料1000万只是一部分,实际隐藏另一份价值5000万的大合同。 合同中还涉及专属化妆师的酬劳,高达8万人民币,税后,且该化妆师不为其他人化妆,其中在外地宣传时需至少一辆冰式轿车,即一辆豪华别克千座商务车,机票标准是头等舱等大量细节。 内地当红小鲜肉和小花蛋片酬,实力派演员,周迅、赵薇、高圆圆,孙力片酬虽然不低,但是不及小鲜肉的片酬高,吴亦凡和陆寒最为抢眼,分别1.2亿和1亿零贤。 2017年香港媒体公布了一份最新中国明星片酬排行榜榜单,该榜单详细列出了中国片酬TALK100的明星。 天价电影电视剧片酬不同的是,这份榜单电影片酬前十,均被娱乐圈众多实力派演员霸占。